从小就热爱科学的孩子 想象力自然不会差 在一个空瓶子的周围戳几个小孔 装满水后凝动瓶盖 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可以通过盖子控制水流大小的微型喷泉 将另一个瓶子倒满水 你能想象用一张薄薄的纸巾 糊在瓶口就能将瓶中的水牢牢地封印在瓶子里 将五根牙签对折后摆在一起 往中心滴入几滴清水 你会发现折断的牙签居然神奇地连成了一个闭合的五角星 把一瓶水往杯子里倒 你会发现只要瓶口刚好没入水面 瓶子里的水就不会倒出来 一张悬空的扑克牌无法承载更多的重量 如果将杯中的水加满再放上扑克牌 那将会是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 将纯净水冰成过冷水 倒入杯子里再放入一颗冰冻的葡萄 水会在葡萄周围瞬间凝结成冰 仿佛拥有魔法般神奇 给孩子这本书 让孩子在科学的实验中认知世界